大家好,我们今天揭秘一个不良商家 我们看一下这硬盘到底怎么去区分这个硬盘的真假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是电路板,这个假的太狠了 771945 但是硬盘上是什么呀 771822 所以这明显是假的 你看到吗,它贴着标,把这标全部覆盖掉了 本身这是个蓝盘 如果它是45的把号,肯定是个蓝盘 我们可以把它这个标签来撕掉 它会隐藏很多秘密 这个盘肯定不是黑色的盘 沾的太结实了,咱们不用抠了 反正贴着重要的部位都给贴上了 你想找配件都不好吃 我们再看一下这SR号是不是对 你看它把这SR号也给盖住了 省得你能找到 想查都很难 你看SR号用这个标签给堵上了 最后是Z 我们看这个呢 这编号最后是P 那这盘太假了 所以我们要买硬盘的时候一定切注意啊 一旦 一旦像这种不良商家 把这个SR号用标签纸给贴上 还有这个电路板号 跟这个上面这个电路板号完全不一致啊 还有这个SR号 这完全不一样 这个SR号就可能是原始盘上的SR号 因为这个SR号尾号为P 我们能看到啊 我反过来 这盘尾号为P 我们看一下是吧 XP 但这个呢 它虽说贴上纸了 但是后边这个明显是一个Z 完全不对 你看这个电路板号是1822 那它真实的电路板号 这上面我们看的一清二楚啊 嗯 这摄像头能不能清楚一点 我们看一下啊 这边 1945 我们看的很明显 所以这种盘太假了 我们买盘的时候 特别是摸网上啊 买盘切注意 不是它贴的黑镖 但就是黑盘 这肯定是假的 嗯 本视频到这儿 我只是教大家怎么去识别 这个翻新盘 好了 有需要懂的呢 点关注 转发 留言 私信都可以啊 嗯 有想学习这个数据恢复的 也可以联系东哥 再见 拜拜